真正的戰士是不需要武器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藍波 今天來聊聊2019年我認為 在劇情、畫風、音樂質感上表現最好的一部動漫 《海盜戰記》 《海盜戰記》是由WIT Studio霸權社所製作的動漫 故事建立在中世紀的維京人 他們以殘暴的手段攻擊歐洲內陸 並強奪他人的財富 而故事前期主要環繞在反派阿歇拉特 帶領自己的海盜為非作歹 偷拐搶遍任何海盜會做的事情 他盡情地帶領大家一起去做 還有故事的男主角托爾芬 將師父的阿歇拉特當作自己的父親 而這些種種設定都不斷在抵觸我們每個人的想法 也因此海盜戰記在前期發展時 有不少人希望作者姓村成 能注重一下故事內容中角色的互動 不過作者則堅持這一個原則 那就是人就是人的這項原則 這個所謂的人就是人 指的是那種直視人性的複雜性 退去原先故事會給的設定 將人物內在的慾望刻畫立體且寫實 而毫無疑問 這樣的方式 在海盜戰記還沒有動畫畫前 就已經因為漫畫設定以及表達的內容 產生了許多人不同的看法及批評 海盜戰記並非是那種少年Jump的王道熱血 又或是多數賣肉後宮類型的作品 這樣的創作模式必定非常不吃香 在現在這個多數是後宮 又或是賣肉像的作品中 作者為了讓觀眾能更快地享受到作品的樂趣 便會在角色身上套上許多現實中不會有的光環 像是受到各種女角色的歡迎 又或是擁有強大到不可思議的力量 不能否認的是 這樣的創作必定可以帶給觀眾的我們 視覺上或是感受上的極度爽感極快感 同時這也能減輕作者在人物上的細節刻 不過在我們享受完這份愉快感之後呢 我想多數人都會把這樣的作品 丟進我們的記憶垃圾堆當中 現在想想 我並不排斥後宮又或是爽度很高的動漫 但真要我推薦作品給人時 我會推的作品多數都是真的在講故事的作品 又或是某個議題的作品 舉例以前的作品來說 可能像是東京參總、晉級的巨人又或是七大罪 近期的話可能是路人超能、BSTAR、約定的夢幻島 當然還有海盜戰記囉 不過總結要說的是 沒有人會去珍惜那個隨處可見的廣告紙 當然一開始的爆點確實可以造成話題 人們開始爭相去討論作品如何如何 但是時間一到熱潮一退 這部作品可能變很難再被他人提起 我並沒有要去批評或是否定這類的作品 這些作品確實在某段時間帶給我不少歡樂 但是時間一到他們便會消失在我的腦海當中 再來回到海盜戰記這部作品當中 我認為刻畫最成功的角色就是這季的反派 阿謝拉特 一個讓你無法恨的反派 作者完全沒有要掩飾或是美化他的惡行 做海盜的打家結社 他無惡不作,與他人合作也是一心向前看 毫無誠信可言 可以說故事的點點滴滴 阿謝拉特都秉持著 您叫我附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附我 的一個流氓角色 但是在表現阿謝拉特的惡的同時 作者同時也去描繪阿謝拉特這個角色的深度 他不是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惡人 他確實是一個灑脫且不受道德及法律約束的混蛋 但同時他也是一個懂得尊重對手及戰友的首領 並且熱愛自己國家還有協同 其熱愛程度足以踏入英靈殿的高貴戰士 而他更是一個包含著自我厭惡的悲劇集合 這種人性複雜的一面 往往會讓角色做出矛盾的行為 但卻是角色立體化最真實的呈現 我們不妨看看 阿謝拉特與托爾芬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阿謝拉特要收托爾芬當作自己的養子 阿謝拉特將托爾茲殺掉 但並沒有將托爾芬及其他人殺掉 是因為這是阿謝拉特對於托爾茲的尊重 但為什麼阿謝拉特願意成為托爾芬的養父呢? 依照阿謝拉特的個性 他不可能會做這種養炸彈的行為 但是阿謝拉特在托爾芬身上看到了與自己相同的東西 就是對於復仇的渴望 在故事前面 阿謝拉特便有說到 我們每個人都是某樣東西的奴隸 那奴役阿謝拉特這樣無比瀟灑浪盪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是血統 是自己的故鄉 他的母親的祖先是那位叫做阿托利烏斯的將軍 他是亞瑟王的後代 因此他為自己高貴的母親 淪為奴隸而感到憤怒 為自己身上留著丹麥的血液而恥辱 就像托爾芬一樣 只要在戰鬥中聽到父親托爾茲的名字 托爾芬便會憤怒地衝向前 故事中 唯一能讓阿謝拉特變臉的事情 就是對於血統及國家的侮辱 所以他才會一邊虐待戰俘 一邊訴說當事人都已經忘記的 他們祖先曾經侵略的事實 阿謝拉特會對所有侮辱他血統及故鄉的人復仇 哪怕這個人是一國之君 於是乎 就算知道自己必死的結局 處於保護王子及自己的故鄉 同時也是對丹麥國王的復仇 阿謝拉特揮出了那必死的意見 也正是在那一刻 阿謝拉特的整個人生達到最高潮 這一揮並非是海盜阿謝拉特 而是向丹麥王室完成復仇 拯救了整個威爾斯的布列塔尼亞王 就如同現實中 你無法了解一個人 阿謝拉特到死都無法讓他人走進他的心裡 阿謝拉特是一個描繪相當成功的反派悲劇人物 但是無論是他的惡行又或是悲劇 都是建立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的 相比於表現人物 海盜戰記表現出的是世界的壯闊及偉大的宿命感 海盜戰記並非只是一個人物的復仇 又或是成長傳記 海盜戰記的故事立足於史實 而又不受限於歷史本身的 唯歷史傳記 故事想要說的是一個時代的史詩 故事所描繪的年代 說的正好是維京人 結束瘋狂的海盜時代 開啟新的文藍大陸的時代 而主角托爾芬及阿謝拉特 還有一開始就退場的托爾茲 其實正好處在這兩個時代的交界點 不可懷疑 托爾茲是故事中所描繪最強的海盜英雄 作為戰鬼遵行著一個維京人 一個海盜會做的事情 冷酷無情 殺法果斷 但是他卻是整部戲中最早發現這個 維京人海盜時代是瘋狂的 於是 托爾茲放下了他的武器 並遠離戰爭 歸回田地生活 並作為一個真正的戰士 與這個時代進行對抗 只是這樣瘋狂的時代還是在繼續 在這樣的瘋狂時代中 托爾茲還是敗給了這個時代 所以 真正殺死托爾茲的 並不是阿謝拉特 而是這個時代 阿謝拉特只是一個執行人而已 反觀阿謝拉特 他也是一個標準的維京海盜 但是他認為 搶奪勝過耕種 不過與此同時 他也見證著這個世界的瘋狂 甚至在最後 他比托爾茲更能體悟這個世界的瘋狂 這個時代是昏暗時代的黎明 阿謝拉特和托爾茲一樣 他們都沒能找到解決這個瘋狂時代的方法 但是阿謝拉特遇到了庫努特 他發現 庫努特擁有結束這個時代的潛力 並願意效忠並獻上自己的性命 同時 庫努特也了解到這個時代的瘋狂 他不再祈求上帝的憐憫 而是不再相信上帝 用自己的權力 去凌駕所有的瘋狂之上 並去解決這樣瘋狂的時代 最後的結尾 以阿謝拉特之死 以及托爾茲的成長 其實是暗示了 一個瘋狂海盜的時代正在崩塌 以及另一個全新的維京人時代正準備開始 這不是只是兩個維京人的復仇 也不是一個維京人成長紀錄 更不是講述維京海盜的紀錄片 它是整個維京人海盜的史詩 在這個以戰爭為主的思維下 人們總認為 只要將所有的敵人殺死 那麼這場戰鬥便會獲得勝利 這樣的想法似乎合理 但是 歷史上卻沒有一個全部敵人死去而獲勝的戰爭 所以 這回到了動漫一開始 托爾茲對托爾芬說的 你沒有任何敵人 誰都沒有敵人 沒有人是可以去傷害他人的 當我們了解故事其中真正的意涵 我們便會發現海盜戰記 第一季的OP正是在描繪這樣的心境 為了追尋那個風景 我是否已經毫無感情 在這樣瘋狂的殺與被殺的世界當中 有人能夠回答我 這樣真的是正確的答案嗎? 那麼以上是我對海盜戰記的心得 我個人是已經將海盜戰記後面的漫畫全部看完了 依我這樣看 漫畫劇情足以在寫三季動畫 而第二季正如接下來PV所看到的 海盜戰記接下來會以農耕生活為主 而中間的轉折才會是延伸到第三季 而第三季我認為才是正式的開始而已 不過不知道有生之年有沒有機會看到他出接下來的劇情就是了 如果你喜歡海盜戰記這部動漫 歡迎你上博客來去購買他的周邊 連結我會放在底下 同時動漫的兩季片尾曲《日本音樂人》 我也有做介紹 連結我會放在底下 最後 現在是一月底 今年過年特別的冷 再加上武漢肺炎的病情 外出記得保暖且戴好口罩 很開心你將影片看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喜歡並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藍波 我們下部影片見